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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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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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 PAR3.0之前的法版中 对升级降级这个金融信息 并不是很清晰 比如我们现在 在PAR3.0之前 我们做保证就是在大版本之间 用户可以是 进行平滑升降级的 但是如果是跨大版本 是并不能做到的 因为我们会假如 比如我们会在每个大版本中 会引入一些新的API 或者是新的一个Data Format 那么如果跨越版本升级的话 那可能会带一些不兼容性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也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基本上我们每次大版本发布 我们的发布时间都是拖延的 就是基本上都会拖延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然后我们在新的发版本中 主要做的变更 主要是有这四大块 第一个是版本号的一个格式 会有些变更 第二个是我们做了那个升级降级的 一个金融信保障 第三个是发布周期和 发版周期和维护周期的变更 第四个是整个发版流程 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更 首先是版本号格式变更 我们之前的一个版本号格式 就是major.feature and patch 然后带来变更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把major改成LTS 那么就有意味着像3.0.0 4.0.0 它们都是一个LTS的一个release 然后与此代的变更 就是我们现在有三个release的 就是发版的一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那个LTS的release 它代表就是一个长期稳定支持的一个版本 然后在每个LTS的release中除了3.0 它都不会引入一些新特性 只会引入这个bug的一个修复 然后第二个release类型就是 像之前像2.8.9 2.10 都是属于feature release 然后在这些feature release中 我们会去积极地引入那个新特性 然后除此之外 第三个那个发版类型就是patch release 它是LTS和feature的一个补丁版本 所以我们可以看右边这是个例子 比如像之前的2.10.0 2.11.0 它们都是属于feature release 然后3.0.0是第一个LTS release 然后像3.0.1就是那个LTS release的一个patch release 然后3.1.0就是一个feature release 以及4.0.0是下一个LTS release 所以这是我们所带来的一个版本号的一个变更 然后第二个变更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金融性保障 就是两个LTS系列版本之间是可以保证 就是做到平滑升级降级的 比如你可以从3.0直接升级到4.0 就是可以跨越3.1 3.2升级到4.0 或者降级到3.0 但是并不能做到3.2直接跨越4.x的版本 直接升级到5.0 这个是一个跨越的一个升级 是并不能抓着保障的 然后是这个发版周期和维护周期的一个变更 像LTS release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维护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给到它的一个维护周期 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比如像我们给LTS的一个支持是24个月的时间 然后对于那个安全的一个补丁的支持是36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是就是用户它可以很放心地升级到 就是LTS release 因为它可以就是获得相当于三年时间的一个支持 然后我们每18个月会发布一次LTS release 然后在两个LTS release之间 比如3.0.x和4.0.0之间 会有五个大概五个那个feature release 每个feature release的一个发版周期 是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对于每个feature release 我们给到的维护周期是比较短的 那个bugfeature这个支持 和secret patches的支持都是半年的时间 六个月 然后我们的那个 对于大版本来说 发版流程也会带来一些变更 其实最大的变更就是 我们引读了一个cordfeature的概念 像之前我们在release 2.8.9 2.10的时候 是没有cordfeature 就直接进入到那个bench 就是cutbench的一个阶段 然后在每次大版本 就是在接下来每次大版本的 发布过程中 我们都会先在社区通知 我们要那个进行那个蛋白冻结了 然后切大版本 然后在这个cordfeature之后 我们是不允许引入 那个新的特性的PR 然后只能引入那个bugfeature 或者说是严重的一些 bugfeature的一个PR 然后在cordfeature的同时 第二个流程就是发布那个 rc1版本 rc1版本和之前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rc1 rc2 或者说就是在我们会提供足够的验证时间 它并不是一个用来投票的一个candidate的版本 所以rc1版本它会提供一周的验证时间 假如rc1它有现在的改动的话 我们会继续发布rc2版本 然后并继续提供一周的验证时间 然后直到rc3的时候 然后我们才会进入投票阶段 如果rc3有任何改动的话 那么就会再增加rc4这样的版本 最后就是announce阶段 整个流程变更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引入那个release manager group的一个概念 就是对于大版本 LTS版本的一个发布来说 我们有三个release manager 用来保证整个大版本发布 它是可以就是按照时间线来走的 然后每个发版流程 每个阶段在发布大版本的时候 都会就是给社区告知 我们每个阶段的那个时间点 比如特别是对announce的时间点 就是我们在release3.0.0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时间点是明确是5月2日 那么我们就会就是会在5月2日之前 去release这个版本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就是 就是尽可能的保证 我们的发版时间不会像之前那样拖延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我们新发版方案 带来的就是优势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到 LTS和特性版本的一个分开维护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 他可以选择 我要追随LTS版本 还是追随那个特性版本 如果用户他是比较就是 比较保守的 就是不希望使用太多新特性 然后只要保留现有的一些 那个特性稳定就OK了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追随这个LTS 然后如果想要积极追求那个新特性 那就可以不断升级到特性版本 比如3.1 3.2 然后第二个是 那个升级降级进用性会更加清晰 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做到 两个LTS系列之间的一个跨版本升级 第三个是大版本发布时间是确定的 整个发版方案的timeline都是确定的 然后这是LTS 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分享 就是几个在PASA这边 引入一些比较 那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新特性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PASA 3.0新引入的一个 新的broker负载均衡的一个机制 像PASA Broker 就是我们要做的负载均衡 其实就是解决问题 就是如何把每个PASA Topic均衡地分配到每个PASA的broker上 然后在PASA中 对我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目前PASA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 就是一个实现的一个思路 目前的一个实现思路就是 我们PASA的一个负载均衡是以Bandle为单位的 Bandle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成是TOPIC的集合 然后对于每个Bandle来说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上有四个Bandle 就是四个象限 然后通过一个哈希环的形式 把每个PASA Topic映射到对应的Bandle上 然后在一个PASA Cluster中 我们会选举一个Leader Broker 进行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算法决策 然后每个Bandle的一个 就是Leader Broker会将Bandle分配到那个Owner Broker上 然后Owner Broker在做具体的一个Bandle的一个服务 然后对于PASA Broker的一个负载均衡 它所进行的操作主要是 一个是Bandle Assignment 就是解决如何把Bandle分配到 那个不同的Broker上的一个问题 然后是Bandle Speeding 因为Bandle它可能会 比如承载的TOPIC过多 它所带来的负载会过多 那我们就需要对这个Bandle进行分裂 这是第二个主要操作 第三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操作 就是我们解决怎么把这个Bandle 从一个比较高的负载把它给卸载下来 然后分配到那个低的负载的Broker上 这是PASA 3.0之前的一个实现的方式 那么它所带的问题是有这么一些问题的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所有的负载数据的决策都是需要经过JK的 比如每个Bandle的一个负载的数据 我们都需要在JK上去存 然后如果一个PASA Cluster 它的那个集群规模太大的话 那会对这个JK产生很大的压力 第二个是客户端连接到新的Owner Broker的时候 它会产生Lookup请求 那这个Luca请求在这个阶段是需要经过Lead Broker的 这会给这个Lead Broker带来挺大的压力的 然后第二个是负载均衡算法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就是PASA 3.0 之前因为受到那个负载均衡器的一个 框架性的一个限制 所以它的那个分配效果并不是很均衡 比如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两个例子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可以直接看这第二个例子 假如有新的Broker它先切进来的话 那其他Broker如果复载是50% 那新的Broker它并不会被分配到新的Bundle 因为前面的50%它并不会去触发 它的频率复载是41.6% 并不会触发到新的Bundle均衡分配 然后这是那个之前算法所带来的一个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然后在PASA 3.0的时候 我们在框架层面引入了一个新的Broker复载均衡器 这个是个可插把一个实现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配置里面去选择是否使用这个新特性 然后主要的变更就是数据存储不再经过JK 而是直接存储在PASA Topic上 然后以TableView的形式去读取 然后第二个就是复载均衡决策的一个方式也会变更 就是像Bundle Assignment和Bundle Speed 之前我们都是要在Lead Broker上去执行的 就是去做决策的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不需要经过Lead Broker 而是由每个Owner Broker去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对于Bundle Unlock操作 还有Bundle Transfer操作 就只能由Lead Broker去决定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Client去那个Bundle Transfer 在Client去做那个Lead Broker请求的时候 不再经过Lead Broker 而是可以直接那个请求到Owner Broker去处理 这样可以进一步地去降低这个Lead Broker的一个负载 然后第四个是可见性 就是我们引入了更多的Matches和Decision的Loss 然后去可以更清楚地去看到 整个复载均衡算法是怎么做决策的 然后同时在PART 3.0基于这个新的复载均衡器 我们同时实现了 就引入了一个新的一个Bundle Unlock的算法 就是我们其实以那个引入一个新的操作 叫做Bundle Transfer 就是可以直接把一个Bundle 从某个Broker迁移到另一个Broker上 然后这个它所做的策略就是说 它整个复载均衡的策略就是 不断地将Bundle从最高复载的Broker 然后迁移到最低复载的Broker上 直到整个集群它达到复载均衡性的要求 比如它的标准差是低于某个用户设定的值 比如默认是0.25这样的值 如果它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 那它会不断地去做这个Bundle Transfer的操作 直到比如我们那个标准差低于某个值 还有我们没有过低复载的一个Broker 以及没有过高复载的Broker 达到这么一个要求它才会停止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新引入的一个Bundle Transfer的 一个复载均衡的算法 但是它只能通过开启我们新的复载均衡器 然后再使用这个算法 才能使用到这个算法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是Bundle Transfer的一个数据 就是横坐标代表是ParsaBroker的数量 就是一个集群的Broker的数量 重坐标就代表是我们在达到复载均衡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所要做的一个Transfer的数 其实这个数就是比如我们有10个Broker 那我们的Transfer平均数量就只需要转移三次 然后我们有100个Broker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转移这个19次 所以它所带来的一个开销并不是非常大 然后这是我们Parsa3.0引入的一个新的复载均衡算法 然后第二个大特性就是Parsa3.0新增加了一个对于大规模延迟消息的支持 其实像对于Parsa的一个场景 就是很多场景都需要使用到延迟消息 但是对于目前的一个实现来说 我们是将那个 我们是基于内存的实现 就是我们要将所有的 我们需要延迟的消息的那个ID 都放到内存中的一个优先级对列中 然后再通过这个对列 按优先级的那个时间优先级去分发消息 那它所带来的问题就是 首先就是内存限制的问题 因为你每个消息ID都需要加载进内存中 那假如需要延迟消息非常多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broker的一个内存压弊会非常大 所以它并不能支持大规模的一个延迟消息的分发 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要就是要重建这个优先级对列的时候 我们需要读取所有的 就是topic中所有的那个延迟消息 所以每次比如broker就是重新加载这个bundle 或者说重启的时候 它都需要从头读一遍 就是整个topic的这个延迟消息的内容 然后去构建 所以整个索引的构建是非常耗时的 所以part3.0引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消息延迟机制 就是基于bucky的一个delay message的那个分发 它就是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的 首先就是这个算法就是引入了一个消息快照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把那个优先的对列可以把它给快照化 然后存储到那个bk的laser中 然后如果我们把存储到bklaser中就可以减少那个内存中我们需要维护的一个消息ID的数量 就大大的可以减少broker的一个内存的一个负载 然后具体怎么实现呢 它就是把一个topic的所有的延迟消息都给那个按照bucky 然后分配到就是把那个消息分配到不同bucky上 然后这些bucky是按照leder来分的 比如在passa topic中每个那个消息都需要存到不同的laser上 laser0,laser1,laser2,laser3 然后这个算法它会把按照这个laser这个索引去存储到不同的bucky上 然后对于每个bucky来说 它会维护那个多个优先的对列 它是按照那个你需要延迟的消息的时间去维护不同的优先的对列 那么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假如我要重建整个快照时候 我不需要去读取所有的那个延迟消息ID 我只需要并立每个bucky 然后把那个离我分发时间最近的一个那个优先一对列 把它给读取出来就OK了 比如可以看到这图 我们只读取了这绿色这部分 这两个entry 这两个salty list 然后对于entry2 就是第二个优先一对列 因为它还没有到那个分发时间 那我们不需要把它给加载进内存的一个优先一对列中的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大大减少内存的一个占用 然后假如这个topic它引入了一个新的延迟消息的话 那它首先会被加进就是我们的优先一对列中 我们有两 就是在这个算法中我们会有两个优先一对列 第一个优先一对列是 就是用来那个存放没有被进行快照化的那个消息的ID 然后假如它达到了一些快照 就是需要那个持久化快照到那个bk laser的条件化 那它就会创建个bucky存储这些消息 那个延迟消息的ID 然后再把这些消息ID都转移到第二个priority queue里面去 对然后整个消息分发都是基于这两个优先一对列去进行的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做到就是 我们可以就是提供大规模的延迟消息 因为它可以把很多消息都暂存在bk laser的snapshot上 然后第三个特性是那个我们在part 3.0 终于迎来了对那个多架构的一个token image支持 在part 3.0之前 如果你要使用那个 如果你使用的是Mac M1M2架构的一个 那个去开发 就使用那个part token image的话 其实并不可行的 因为你可能需要重新去构建这个part token image 然后在part 3.0的话 我们就吸引了这个特性 然后像part token image 我们是可以支持两种架构的 一个是Intel架构 还有就是ARM架构 然后对于使用M1M2 或者说使用ARM架构的服务器的一个用户来说 它就可以就是直接去使用Docker Pro指令 然后去获取到就是支持不同架构的一个 那个part的一个镜像 对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多架构的一个特性 OK然后对part来说3.0.1和3.1.0都已经发布了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part 3.0系列的版本 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试试 然后如果大家想了解那个 关于part 3.0更多的内容 可以看看part 3.0的announcement block 还有那个release note 如果大家对那个新的方法案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part 3.0的release policy 对然后这是我要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在基于2.8的我们自己的一个私有分支 如果我们要迁移到那个3.0以上 就像刚才那个broker的原数据 3.0之后已经会存在 相当于存在BP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历史的存量的数据该怎么迁移 不是严实消息 指的是那个新的broker的not balancing的预算 它那个关于bundle的原数据该如何去迁移 这样的升级如何 这个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平滑迁移的 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升级要part 3.0是你要去手动去那个 就是它是默认是不支持这个特性的 所以你要手动去把那个configuration把它设成 true 才可以这么做到 对对我的集群稳定性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像这个 这话可能会 这可能具体细节可能就会有些影响 这个可能得我们的那个线下 还有其他有同学有问题吗 您好 就是我这边是来360 然后我们这 就是我们小组目前就是还在那个PASA的一个调研和 现在初步的一个探索阶段 然后我这边可能问一个比较偏实际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后面的话是打算在K8S上来上那个PASA服务 然后我这边是大概调研那家社区那个K8S的部署方案 然后后面看了选择那个HAM 然后我部署的时候就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那个HAM里面其实它提供了很并解的这个Values 给Yaml的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只需要在里面指定一下 我们比如说不多少个Blocker BK ZK都能指定 那我有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在里面配置了那个Blocker 我需要配置三个 然后它最终一个体现的形式就是在ZK里面 它那个Blocker的这个注射形式是那个K8S内部的一个域名 加端口的方式 然后对外的话其实是一个Service 然后我这边测试是用那个Service端口来测的 然后最终发现那个Client端最终还是会去那个ZK里面 去拿那个K8S内部域名的这种形式再去访问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访问不了 所以我们最终的一个实现的方式就是 就是我们先生成这个就用那个Helm生成那个模板之后 我们Copy多份 然后那个PASA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要三个PASA的那个Blocker节点的话 那我就部署三个POD 每个POD分别对应一个Service 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版本支持其实并不是很充足 然后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但这个具体问题可能我们还得那个具体讨论一下 对 但是一般我们部署的方式就是通过Operator的方式 Operator的话就是能快速地避免刚刚我说的那个 就是Blocker对外暴露这个应用的这个问题是吗 你做这个问题好像比较具体 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可能就是 还得具体来看一下就可以 就是在会上可能就比较难去讨论 好的 好的 一会儿我看能不能加你 可以 谢谢 好嘞 关于这个容器化部署 然后那个之前嘉玲做过相关的分享是吧 对 你看能不能帮你解答一下 我来解答一下 其实PASA本身它就是那种 就是多种网络环境的那种保守方式 你刚才已经讲到给每一个broker 就是配置一个单独的Service 那像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 给每一个Service配置一个NodePoder 然后通过这个NodePoder 你的客户在KPAS外部通过那个连接 那个叫什么就是 就是宿主机 KPAS宿主机的那个IP加那个对应的NodePoder 就是就可以连接到指定的那个broker 那问题就是你 你JK里面注册的那个 那个就是暴露的地址 它内部是用的那个KPAS的域名 那那个是在内部才可以连 然后外部需要用NodePoder 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PAS里面有一个叫 就是它可以注册多个多个地址 就是它可以做到你外部的客户端 连那个NodePoder的时候 它通过那个NodePoder里面它寻址的时候 就是可以寻址到对应的那个对应的那个它外部的地址 它其实原理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相当于是你在broker在启动的时候 像正常我们是开启一个665去监听嘛 它其实这种方式 其实和KPAS的那个一样的 它就是开启多个端口去监听 然后多个端口对应多个不同的对应暴露的地址 然后根据你客户端连接到哪个端口 它就在那个做发现的时候就可以 就给你返回那个对应的地址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就是把外部的那个就是那个地址 就是NodeIP加NodePoder这个地址 注册到以一个新的那个AdaptiveListener的这种方式 注册到DK里面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用您刚刚那种方式 比如说用HAM来部署的话 就是能直接指定那个副本数量 然后就后面再加些配置就行 对吗 就是至少不需要Copy多份 不需要部署多个那个Pod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不用 不需要锁动去部署多个Pod 对 这个具体你用HAM怎么去调整的话 可以公平自己去研究一下 但是我是建议啊 就是像这种 就是还是要先熟悉一下 它就是本身 K-Bus 本身就是它的那些就是 Service 包括你像伯若克的StatefulSight这种 因为HAM它只是只是一个让你比较快捷的 就是把它给像类似Operator那样 把它给部署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快捷的一个工具 那你就是如果是要涉及到一些就是比较细节的定制化的话 还是要对这个HAM它本身体称它的那个K-Bus 的资源 怎么调度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呢 这样的话后面破捷的问题的时候才可以就是解决 就是第一步就是相当于是在不用HAM的情况下 先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搞 然后再去研究这个用HAM怎么可以把它 就是比较快速地把它给那个就是扣起来 好 谢谢老师 我记得嘉琳之前做过一个中国移动在那个语言生是吧 之前做过相关分享 做过相关的一个分享 因为我们也是今天K-Bus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这个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提供 可以去那个公众号上搜索一下 或者B站搜索 可以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 好 谢谢嘉琳的支持 大家还有关于这个PUS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嘞 你好 我是来自一辈 哦 我有一个关于那个负载均衡的问题 刚才提到那个Bounder Design的时候 其实现在不经过理督的 直接由Owner来做这种分配 对吧 但是他才没有Owner的时候 他哪来的Owner 这个Owner是说 我任何受到这个请求的Blog 都可以来做这种分配吗 如果是的话 那如果有并发的同时尝试对同一个Bounder 这些分配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并发的问题 或者说如果你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会对这种性能产生一些影响 谢谢 就像刚才说的那个Bundle Assignment 其实它是Owner Broker 它是可以直接从TableView形式去获取到这个Bundle 是要Owner Broker 那他就可以直接承担这个Assignment这个工作 所以他是通过一个TableView形式去协作的 所以这个TableView是不仅仅是存储 就是能拿到这个Load的信息 也是可以拿到它Owner的信息 就是告诉所有的Bundle 说我这个Bundle我要从哪个Bundle 进行到哪个Bundle上 那那个目标Bundle他是可以知道的 那他就可以知道这个Bundle是我的 那就可以去把A3给我自己 OK 谢谢 大家 OK 大家 OK 大老好 各位好 我是导查的 我问题有点多啊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著作中心有三个嘛 除了ETCG之外 其实它的著作中心 目前的稳定性怎么样 不好意思 就是说你们的就是著作中心有三个嘛 除了JK之外 还有EDCD 还有一个什么ROAD 什么DB 这三个的稳定性怎么样 在社区里面 稳定性的话这块不是 就是我们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JK 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超大集群部署的话 你们能推荐哪一种就是著作中心的 就是我的集群有三四个 三四个的情况下 我想说用一套著作中心 大概是可以选择哪一种 目前的话 其实比较多 那个做法还是JK 还是JK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 当时你刚才说了 你们用那个演示消息 演示消息的话 以前演示消息 在BLOOK里面占内存的比较多嘛 那现在的话 演示消息的 对BLOOK的内存占用量 大还是小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在车 我们在就是用的过程中 发现BLOOK在演示消息 和各种方面的话 那个内存占用量非常大 那现在这个BLOOK的内存占用量 能不能降下去 或者是对什么其他局 对 因为像帕尔3.0之前实现 就是你所有的消息ID 都需要存到内存中 所以它 还是要存的就是BLOOK 那你说 对 但是对帕尔3.0的话 你就不需要 因为对于 比如它对比较临近的消息 它才会把它给 那个加得到内存中 但是比如你延迟 那个时间还未到 就是比较远的话 它是会先存到快选中 那你们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 四级内存的话 大概可能加载多少个消息ID呢 比如说四级内存的情况下 能加载多少消息ID 这个可以算是 消息ID它就是四个long的一个形式 然后你就可以算算 你的BLOOKER 它本身它要加多少个ID 然后你再算算你这个 这个延迟的一个消息的数量 然后再乘以这个四个long的一个 那个内存数 就可以了 好的 明白 那现在我们最关心的 最关心的一个点就是 双核同步 双核的方案 现在双核的情况下 我们是测 我们经过就是测试 测试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双核的延迟有点高 双核的延迟有点高 有的消息的话 延迟度可以达到50毫秒左右 50毫秒左右 然后那个双核的情况下 只有PDTL的overset才可以实现 这个对我们业务的影响 都是比较大的 我想问一下 这之间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没有 这个话可能就是 比较具体问题 就是和这个 您讲的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我感觉这个 线下讨论会比较好一点 好的 就是双核同步的话 你们是用的那个快轴同步的吗 快轴同步的方式有什么缺点吗 有其他 有其他 林林能帮忙回答一下吗 刚才听到什么 新闻的问题 我们这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那个 一会儿 是的 我们来用这一话 行 来到哪里 我们先评论会 有其他 所以我们先评论会 我给大家解决 我们先想继续禁定 来来 或行为 移动 我们先评计随